西红柿 我以为菜市场就没有当我 牛奶鸡蛋绝佳搭配 好好吃 不能挑食 还有包子 不好意思 想看你小时候 这快两岁的时候 大概就是他学我们打电话 模仿大家找电话 小时候好可爱 挂了 就这样 就这样挂了 你跟他小时候还胖嘟嘟的 小时候就拿小碗吃饭 你那个时候就拿小碗吃饭 现在长大的吃米饭 还是拿那个小碗吃 你同学来找你了 你先写作业 喜欢作业的出去玩啊 你先写作业呀 干嘛说我拿出来准备写作业 他俩大概两岁的时候吧 带着梦门 这梦门的电动小车车 2017年你朋友 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热 已经九月中旬了 快 可以啊 前小子去读你一个 我先要去别叫了别叫了 我再叫 嗯 都是模仿着 那给大家教一下 你太臭了 不要臭 我脱血 你不是牌往后挖 我脱血 好喝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碧 出去买点牛肉吧 今天做牛肉面 哈你最近不好吃饭了 昨天做的米饭 还说冲天吃米饭 哈哈 今天 那是做个牛肉面 因为他们学校 也是一份吃的多 红烧牛肉面 看起来 据我买的东西 我就记 删着用 嗯 炒料 我的天 我就在家 杀气了 我怕 你忘了 所以每次要记一下 删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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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用 删着买 用了 删着用 你没见吗 这样拿一个 这个 酸也没有 那个带子吧 就拿五个吧 我们是挑个生姜挑了一分钟 刚好一小孩 好 刚好一小孩 下了没有 那天呢 那是不能拿下 买了这么多菜了 还是这家牛肉 牛肉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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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腩蹬起来比较嫩 28块7 牛腩 再买点鲜面条 今天咱这么多人买面 入小曼说的周末 买菜的人还是多 为啥 因为小孩放假了 家长能回来买菜做的好了 周内就稍微搞一搞就OK了 这我这7块多你不拿我再拿红枣 哈哈哈哈 差点拿错了 两个挺香的 我这都一包一包的香料 各种香料 你看中国美食 这个香料要用多少种 白纸 我们包拿吧 莲子 百合 草扣 凉姜 陈皮 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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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点料理四十一 走吧 那怎么能够大 这一天好饿 那太热了牛腩了 刚往了满粥 然后在楼底下给你点买两个粥 四块一 我之前想买两根粥 一块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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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买菜的时候 我前面有个大姐在买 她儿子上大学了 她说她平常一个人在家 自己懒得做饭 煮了个玉米鸡 煮了个红薯 当一个早饭 还买了一点生菜 六块钱 她也说 大家都觉得 今天菜挺贵的 我主编是 无家账人 嗯 做饭 还是做饭 红烧牛肉面 太热了 你刚回来干什么都拿来要吃 还玩玩自行车 热的 冰箱里 咋可能在冰箱里呢 你喝一包呢 冰箱里两块 把给你冻的水 这两天真的是超级热 刚运动完不要大口喝冰水 这两天这个秋老虎真的是好热好热 那他干净都39多了 但是上面显示只有37度 那让他过去拿东西 拿啥东西 昨天快中秋节了吧 我三个姑姑昨天送什么月表送了哪个东西 他吃完根本吃不完 吃不完 哎呀 就放他那吃 好多好吃的呀 还有奶啊 什么 要那干啥 让他们那人怎么怎么喝呗 他每次都喝 然后就又给他拿过来 嗯 好 牛肉先焯水 葱姜料酒 打去浮沫 我把浮沫一大 哎呀 你不要浓浓浓浓浓 我做你你不要浓 第一步炒个糖色 凉油就放了 必须带个围泉 油不弄衣服上 炒到冒泡 炒到冒泡 这个颜色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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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行吗 好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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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红料红料 然后第二遍 再炒料 配老葱姜 辣椒 香蕉 山椒 一匹 八角香叶 一个白芷 这个糖不要倒完 太甜了 嗯 那就把我肉管倒进去 不是 因为糖 焯一定的时间 就不会发甜了 你看了 那啥一时间 焯到位的 好的 我的姜上放进去 我可以吃了 酱油 这个 那麦 就行 味道 煮 好 切 倒入高压锅里 加热水 拿这个锅快一点 你弄我不敢用这个锅 我敢用这个插电的高压锅 因为我小时候 我奶奶每次做饭就用这个 然后我每次都感觉快爆炸 那种锅 倒进去15分钟 让你自己放进去 自己放进去 差不多了吧 自己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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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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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间 这样 太短了 有点烫了 烫熟 你看着还可以 这叫加西胡适 放点红萝卜 再炖一下 葱花香菜一散 绝对是没包包的 你儿子你回来了 刚好吃 多放点 西红柿 豆芽 再来一点香菜 香不香 红萝卜 可以 挺香的 卖相很好 很像我的 你要放点西红柿 多吃牛肉 你吃几碗包吗 两碗 太幸福了 两碗 还困呀 大家学校吃的好 学校集体 大家一起吃 还吃的好 在家就是吃半碗 有时候就吃两口 再香也要好好吃 吃完 你才能跑动 才能玩的 要不你吃一会儿 别人玩高兴点 你就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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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好 好吗 也吃第二碗 人家还在吃点面面面面和肉 这个红烧的太好吃了 那些料一炒 满都是料香味 咱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 这样是最棒的 吃点肉 就大家自己再不看那个酵醋的话 就倒了酱油 生抽 老抽 炒出来还蛮多是那种酱油的味道 一看酵醋炒做出来是那种香料的味道 香的 特别好吃 然后你发现今天菜市场人多不多 多 周内多了 周围就没见几个人有 然后这两天网上大家都在讨论 开学后菜市场空空荡荡 菜市场老板发出灵魂烤 孩子上学了当然就不吃饭了吗 9月1号开学之后 菜市场生意都特别浓荡 今天周六去 周天去菜市场人确实挺多 所以平时多多了 肯定都是给孩子买菜做饭 改善伙食的 然后看这点赞最多的一个 两万五千多个赞 就是孩子没在家 我都说熬一锅白粥 睡醒了 饿了咬一碗 然后简单点就放点白糖 奢侈上就配一包 培林榨菜 主打一个把命掉了就行 这个平衡两万五千个赞 然后大家都说一样一样 省钱省市 主要是省钱 自从开学家里就没有开过 原来全国家人都这样 然后我想起 你跟他多门在的时候 我一个人中午也是 煮一把卦面 但我还加一点青菜 加一个西红柿放进去 9月交学费 中期节中秋节送礼 10月买秋装 10月买冬装 然后到年底要交社保 所以孩子没在家 当然是能省则省 房贷 马上这两天都要放 然后还有汽车保险 学费一交都没钱了 所以能省就省 孩子周末回来 在家里吃饭 没差学费 大学呀高中呀 大学高中还挺多 小学咱没差学费 一个月也得花个一千块 我以为菜市场就没有蛋黄金 因为菜嘛 每天都必须吃的嘛 然后看菜老板一发才知道 原来菜市场也有蛋黄金 暑期就是旺金 开学的时候就是旺金 周末就是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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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节假日也是旺金 平常孩子上学的时间就是旺金 好 请您准备就 分享到这里 感觉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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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